Lun Sang 音樂的Follower 大家好 我們是Nidu Meilu Gajau 夢扭蛋 我們就是今年剛開始成立的 一個什麼 男女女混合的創作組合 我們剛剛發佈了一首 我們第一首歌叫《Unfollow 我 試你做我最貼心的事》 其實我們都自己說過很多次 到底可以怎樣定義我們這個音樂 genre 其實我們都定義到了 因為我們就集合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有R&B、Rap、Dream Pop、Lofi 有很多不同的音樂元素組成這首歌 我們都不知道可以叫他做什麼 不過應該都可以叫Alternative Pop 之類的東西 大家喜歡 Tilber不如說一下這首歌是怎樣的 這首歌其實是源於一次我們去台灣的台灣之類 這首歌就是剛巧那時候沉船落一個兒子 相信很多廢仔、廢妹都會有發現的 就是當突然沉船落一個兒子 然後發現我們已經沒有機會發展成任何東西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可能下一步你會繼續去沉溺在這種糖衣毒藥裡面 就是希望他給更加多的關注 或者想自己有一天可以跟他成為戀人的關係 或者你會突然醒覺就發現 其實原來我們真的沒有機會 或者我們真的沒有辦法發展的時候 可能Unfollow就是可以解脫這個暗戀 或者沉船的狀態之下的一個方式 就是怎樣去切斷那份WL的關心 怎樣去切斷那份感覺 然後令自己在這個大海裡 在沉船之中得到救贖 那為什麼是他Unfollow我 不是我Unfollow你是最貼心的事 我覺得因為當對方Unfollow了你的時候 都是一個更加令到自己心死的狀態 就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自己Unfollow了對方的時候 很多時候這些關係是見到對方 都不只是當你是一個朋友 但是你就沉船了 那當對方真的想做你的朋友的時候 可能他都會經常有機會 或者有藉口去找你 但是當他Unfollow了你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藉口 也都沒有機會去再找對方 那這種關係才會真正解決 所以呢 各位廢仔廢妹 就好記得聽完這首歌 所以我就趕快去請你的唐醫毒藥 去Unfollow你 也都要自己Unfollow他 對 盡早遠離沉船 遠離FF 哈哈哈哈 好了拜拜 być H рад 衝擊向你關注我哄哄 3點 還能聽你再見故事 親信話做你大夫騙 無味道 再音訣到 是我不同渇傷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